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看這場比賽是 中菜鳥的聚者羅人 那中菜鳥這位選手稍微介紹一下 這位選手是中國的第二大高手 那第一大目前是用 那這位選手的話 也有人會稱他為肥龍 那實際上他是不是 真的是肥龍還是怎麼樣 我不太清楚 沒關係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操作 那他玩的是新聞免聚者羅人 那看一下啊 我們就來研究一下高手的配置吧 那高手配置一開始也是先蓋兩個房子 那三個吃果 然後兩個人先來蓋模仿 然後趕快把這四個 山羊 丟到模仿裡 這邊再看一下 OK 看到了犀牛 趕快回來 那聚者羅人的特殊能力就是 他可以 把你的牲畜啊 豬啊 綿羊啊 放到這個模仿裡面 那他就會像遺跡一樣一跳肉 那根據所有的高手的講法 就是放進去之後都不會拿出來吃 所以不要再說 有那種拿出來吃的一些打法 如果是有的話 那可能還不是很熟 或者是操作力可能太鹹了 根據這些高手的意思是說 你把羊放進去啊 讓他自己生肉 你可以省下很多控制力 然後去做別的事情 然後肉還會一直長 這是一個會跳肉的遺跡的概念 所以聚者羅人在這方面也算是 稍微有點優勢在 好那這邊 選擇 吃犀牛 那兩個人吃果 然後 吃一個人 吃犀牛 那這個死的位置有點卡住啊 所以只能六個人來吃這個牛 因為這個果樹剛好卡到這個位置 好那這邊開始挖木頭 第十人口的時候 直接伐木 還會伐到五十木 伐一些TC附近的木頭 那我覺得 周翁菜鳥的聚者羅人的配置應該是可以選的 這個配置是蠻厲害的 我覺得 好那看一下 圖的位置 黃金 是在外側 比較危險一點 沒有關係 是在側邊 這邊 還可以 但是果樹的話就會很危險的 而且又是聚者羅人 這個模仿要是被騷擾 或是被拆掉 就會有點麻煩 所以落後蠻多的 好那這邊 開始在趕入 好 直接一板木頭 再拉雷一條豬回來 十四 十三寸的時候 再去拉一條細 哎喲 差點死掉了 這個村民 好 直接在後面蓋一個 拔木場 開始做拔木動作 這個鴕鳥也是 趕回來了 可以三個人吃鴕鳥 然後七個人吃野豬 我的配置很好 應該還會趕一到兩隻喔 的一個 的一個 鴕鳥 跟 犀牛 好那出來的村民 直接補上了 吃犀牛的 腳步 欸這隻沒有吃乾淨 等一下再補一下 OK 那這個鴕鳥再趕回來 這時候啊 應該要再補一個房子囉 還是他要打20匹呢 看一下喔 這邊應該是不會打棒棒 因為木頭 只有兩個人的情況下 打八棒 沒有足夠木頭 可以去蓋均勻 然後蓋房子啊 伐木場那些的 花的木頭 數量是很多的 好這邊開始堵木頭 十八人口的時候 直接拉了七村 直接去伐木 這個配置真的蠻特別的 跟一般所有的玩家開局 的文明開局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那這邊 按下了封建時代之後 這個你還有趕嗎 我這個 感覺有點慘 呵呵 一直把 大媽趕回去 好但是對手這時候 對手是西西裡 已經在探查 肥龍這邊的一個 經濟配置位置 應該是有看出來 這邊 這邊是要打 你要下均勻了 均勻一下了 OK 這個還目前看不出來 感覺是20p肉馬 比較有可能的感覺 但這個配置我覺得蠻厲害的 這邊是十八人口 就可以上封建時代了 看一下 這個房子蓋在這裡 是要把這裡圍起來 防守的想法 好像可以耶 好那蓋完房子之後 再稍微拔一下木 哇 木頭還是不夠 大家這麼多了 還是缺點木頭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對手的一個選擇 對手這邊才 剛剛放下均勻 光電時代也還沒有好 應該是一個標準的20p喔 看一下村民數量 村民數量 其實是打19p喔 看他這個升級時間 好像要稍微慢了一點 對手在9分18秒時候 上了封建時代 西西里這邊 看起來經濟還不錯 直接配了八木 看來待會稍微打一個 很濃的跟配田的一個想法 這邊打算是打洛馬沒錯 兩邊都是選擇洛馬開局 那這邊 中菜鳥已經按下了 一級伐木跟一級田 這邊 方便講解我們這邊還是稱中菜鳥為肥龍好了 因為其實老玩家們還是比較喜歡叫阿肥龍 比較親切感 來看一下 目前是三個人吃過 有點少 這個肉量不知道爆不爆出來 喔唷唷唷 這個被戳了一下 這個長槍兵 好像有點虧 直接一隻殘血肉馬跟殘血肉走 然後在這邊 戳戳又要來頂一下 哇又戳到了 欸這邊西西里戳人很痛啊 為什麼會戳這麼痛啊 西西里他是 受到了額外傷害降低50% 物地軍事單位 戳了應該是不會比較痛 但不知道他什麼感覺 他剛剛被戳了一下就半血了 好那這邊 肥龍爆出了三隻肉馬 然後家裡還撒錢 一級田點了之後 伐木也深 這邊有打算按戳戳嗎 好像也沒有 這邊繼續再按肉嘛 然後村民一樣不斷 然後補上古房子 然後田先撒一圈 好對手 也行 西西里也在撒田了 好把自己家圍死 好這裡也圍死了 我後面這裡再圍一下 就完美了 OK那這邊總共有五隻肉馬 這邊五隻肉馬之後 按下來一隻長槍兵 那看一下五隻肉馬可不可以打出一切東西來喔 那目前西西里這邊也都維持了 應該不太可能打出個什麼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好這邊來抓村民 但是戳戳 跑到左邊 可能要來守一下黃金的位置 反正這個肉馬也是殘血 就讓他戳一下也沒關係 好那看一下 右邊 肥龍還在做燒了 那配置部分現在是29村 有點多耶29村 然後開始挖金 撒了大概11片田 喔沒有10片田 那手推車的部分 看一下有沒有按 還沒有按 好 那通常差不多手推車暗時 就是在30村左右 那這邊肥龍把自己家裡圍得蠻好的 那對手應該是在等這個火樹蟲 吃完的時候 喔這個想砍掉城門 好心機 差一點就砍掉了 還好你如果來蓋 三村來蓋這個木門 好繼續看這邊 騷擾還在找個破口 但實在是有點難找到 那西西里 按下了兵工場 那城門一好趕快退一下 這個 戳戳出來插這個洛馬 兩邊控兵都很厲害 這種高分隊的對決 兵基本上是不會離開四眼的 就要一邊盲金金一邊在控兵 真的是很難 但兩邊都是為死的狀況 好那這邊 肥龍補到了12片農田 11片農田 然後再加上兩個柴果的 然後先按下輪軸 33P按輪軸了 黃金五個人再採 這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要抱一個迴避馬 或是駱駝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又戳到了一下 哇 這邊肉馬的血很殘 哇 剩下三隻肉馬 過來打一下 唉唷 唉唷 被戳死一隻肉馬 唉呀對 放個肉馬也死光了 戳戳大戰 這邊 肥龍也只剩下一隻的肉馬 然後這裡有個洞 應該是故意的 OK 然後前出來 喔這個應該是要前置BK的嗎 戳戳針頭 來了 前置BK 肥龍這邊的視野是沒有看到的 這邊已經按了很多的戳戳 來看一下 肥龍還有25八成貓時代才好 但是這時候 西西里已經蓋出了 所以說道遠跟BK 共同性一致造所 看啊這一切都被肥龍看在眼裡 你的區域者羅倫 你打這個打法的話 就很難受了 因為真屢可以直接 counter對面的落寵 跟迴避馬 然後戳戳也可以counter 這馬 馬的單位 後車出來 OK 重裝長槍兵也升級好了 來錯一下 錯得到嗎 OK有點破難 趕快回去保護村民 開始投死 喔這邊羊直接出來 然後城堡壓在了金的旁邊 好 原來他有挖石頭耶 後面蓋體積 偷車砸一下 沒有砸到 然後肉馬一樣在調戲這邊的偷車 唉唷 完美 還是砸到了喔 OK這邊 鬼龍選擇了迴避馬 哇那西西里這邊 很猛耶 這個配置 戳戳這麼多 哇又插到了 哇直接戳死一隻 好虧 哇這個老頭 直接被抓掉 可惜了 沒有空好這個抓一個死劑 但是又被戳死了一隻迴避馬 這邊老頭可能趕快出一下 好 就是這邊 瘋狂的再砸劍子 我 先把一些軍師劍術給打掉 大家已經趕快農 左邊有城堡守住 看要不要再開個TC在這邊農 也是不錯的選擇 通常遇到這種打法的時候 TC會一直往外擴 因為裡面的空間其實不是那麼大的 可是像飛龍這種地形 往裡面酷是ok的 往裡面一直撒田一直弄 因為通常CC這種 針頭長槍面打法很吃肉 的木材也是蠻吃的 前期通常會輸 輸 為什麼 為什麼沒輸 哇這個CC真的猛耶 前置BK修到院 然後家裡還可以開出3TC來 看起來 哇而且他還沒用四級調配喔 哇這個是鬼配啊 鬼配CC裡 這邊頭石車出來了 然後做個反擊 OK直接換掉兩台吧 哇一台 再投一下 OK換兩台 一台換兩台就賺到了 OK這邊選擇了寶兵 防刃頭子手 要來丟這個頭石車這樣 好嗎 可是這邊打床上幣很有用 但對爭鱗就有點麻煩 哇被招到一隻 那這個環刃頭子手也算是 哎呀這個回去走反而被投到 哎呀又被投死一隻 哇這個鬼廟直接死去 頭石車再拉了過來 再繼續出這個頭子手來做防守 哦差一點 再投一下 哎呀沒投到了 這老頭解得掉嗎 呦 射掉了這個老頭 好但是這邊要轉出弓箭了嗎 三射箭場 好這邊也有走出一些環形 頭子手過來做個騷擾喔 哇走了進來 哇殺掉一射 哇現在肥龍在前後做一個操作 好對方針頭的話 在家裡的話就不太好守 我們來這邊 嗚 其實很痛欸 打騎兵也蠻快的喔 稍微拉一下 把長血人拉到後面 但是還是被抓死啊 再拿三隻 這邊讓肥龍稍微收一下 哎呀投死車差點投到 但是這邊有換二台投死車也蠻賺的 OK真女又過來招翔 哦沒有死 好這一發 投掉 趕快再修一下這個投死車 那家裡應該是可以靠騎士來解決的 欸家裡出了騎士 守住 哇這個投死車 精銳 直接把長血兵全部收掉 但是這邊西西里已經轉出了強弩啊 強弩打這個 驅者羅倫的寶丁很好用 那這邊只要看到這邊射箭場 那驅者羅倫肥龍就可以開始轉出他的迴避馬 來針對一下這個奴兵 這邊UU要稍微走位 才不會被 哇 哇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圍操很強欸 哇 哇 這還是被搜尋了 因為奴兵還是有點 康克這個 驅者羅倫的寶兵喔 好 那是閃避馬出來了 閃避馬出來了 再稍微 嗚這個砍一刀 三刀 沒有四刀死一隻喔 這麼痛喔 哇 這邊滴滴打高低的關係 所以剛剛沒有那麼痛 大概四下可以砍死一隻 可是肉馬上 喔 騎士上來直接砍個三刀就死了 騎士打這個迴避馬還是蠻有傷害的 OK那前線用城堡頂了回來 我覺得他這個防守很厲害 一般如果是我來的話 遇到這種情況可能就 直接被針頭帶走 看來遇到針頭 出公兵跟投石車 是最佳陣解的樣子 公兵可以解針鋁 然後投石車 解投石車 也可以順便解長槍兵 感覺還行 然後如果針鋁要硬招的話 就給他招 然後用 公兵去把對方的針鋁給點掉 然後解完之後 趕快蓋提西 把他們的建築物全部為 鎖死 讓他們在這邊無力化這些建築物 其實這個解法我覺得蠻細節的 因為很多人遇到針頭其實不會解 包括連我也是這樣子 算是一個蠻強勢的一個打法 那遇到賽爾特 針頭的話 其實更困擾 那還好這邊還不是賽爾特的 好這邊看一下 曲折羅倫這邊 轉出了3TC嗎 對3TC 但是川民宿已經有落後蠻多的了 因為西西里這邊早就已經上TC運行了很久 然後已經吃上帝王時代了 好來看一下 一種菜鳥肥龍這邊 一直在出兵的關係 導致上帝王時代速度 偏慢很多 這邊打破了反而沒有進去喔 反而繞得出來 這邊4TC開弄 想要把這個烈士的經濟趕快補回來 反而繞得出來 反正是這邊 不 這個 曲折羅倫 好快 直接收掉一村 十隻 好那這邊 CC裡也是4TC 那CC裡這邊可能是要打馬 再點出二級馬卡 好 然後肥龍是選擇可能要打個UU的想法 二級步兵也在升了 這個寶兵啊 他的升級是步兵升級 算是一個步兵單位喔 來看他升級之後防律提升會變成2加1 然後0加2 攻擊速箱差25吋 肥龍這邊能打回來這個經濟 哇 把自己的攻城巷給砸死啦 這就是投石車為什麼不要跟衝車一起衝的原因喔 通常衝車會被自己的投車給砸爛 這邊肥龍用十隻的UU想要做燒了 這邊一個回頭把森林擊殺 哇 趕快圍 圍得不錯 但沒有用 直接打破 又可以走了 這裡還有9隻直接過燃燈騎士已經好了 完蛋 這個打騎士可能會有點難打 但是UU也是走蠻快的 稍微卡位卡位一直沒打到 哇 拖了很多時間欸 這邊還在出喔 16隻 加上這邊可能會只剩5隻吧 好 7隻 會不會剩5隻呢 還是7隻呢 好 真的剩5隻 被我猜中 最後真的剩5隻 然後變成22隻聚集起來 好 那CCD點下了2級攻 跟3級遠攻喔 這邊是有打算要升 當升城堡射程而已嗎 好 沒有完全全力在爆騎士喔 騎士的防衛已經升完了 好 那這邊遠頭開始做輸出 哇 那這邊西西里 這個時代的壓制 讓曲折羅人可能會有點難受 看一下這邊要不要停UU 然後升一下 帝王升一下重裝駱駝 這邊升個重裝駱駝打起來也是蠻棒的 西西里 所以 雖然有減免傷害 但是 曲折羅人 奇兵當中可以造成額外50%傷害 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曲折羅人的駱駝 比一般的駱駝的額外傷害還要更高喔 這邊直接繞了奇兵進去 做一波圖殺 直接在裡面殺村了 哇 殺很多 哇 這個夜市殺 還在殺 喔 繞進去其實有點多耶 殺的村民處 蠻大量的 哇 肥龍是要倒了 哇 這個遠頭數量超多啊 五台 還在一個前壓寶 直接拆一TC 哇 這邊 肥龍經濟 大挫折 然後還卡村 村民處已經快要落後40村了 這個UU打奇兵 如果是散開的話 不太好打喔 哇 解的很勉強喔 沒有駱駝 要追這個奇兵還是挺麻煩的 要花很多時間去解喔 當然家裡經濟被燒到這麼慘 又卡房 外面的城堡已經倒光了 哇 肥龍打出了GG 哇 結果CC裡直接無視 曲折羅人印出奇事爆 這個護甲有夠硬的 2加4 再2加6 哇 本來想要撥一撥 邪龍的OP之處 結果他對手比他更OP耶 好啦 那看一下兩邊的統計資料 哇 這邊CC全部屌勝 食物木材 石料黃金全部都贏 那10袋野鷹 那這邊 曲折羅 肥龍這邊升封建石比較快 聖民處也是對手的一個尼亞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了 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